底下一个问题是 有人说念佛必须先通过身体观 才能得力 如果身体不亲近有病 这样心无法亲近 请问此时正确吗 大概他讲的这个意思 就是念佛一定先有个好身体 才能得力 怎么样能叫我们的心亲近 念佛心亲近 念佛心就平等 念佛心就觉悟 念佛心就慈悲 你也先把身体做到亲近的时候 就不必念佛了 已经成就了 所以有这些问题最好 让他就看看那个山西小院 看看这个他就明白了 如果身体不好的话 山西小院提供的参考资料非常好 他们那班人是念地藏经 很有感应 可是里面的时候也有几位 念无量寿经 感应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念经念佛了 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放下 你心就清净了 然后用清净心念佛 他当然会有感应 好 嗯